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集的偏方小百科,我是Ken 今集想和大家分享一下什么是CEOQ10 我们这个频道是最主要分享一些健康的资讯 如果你想吃少点西药,记得在右下角按订阅键 分享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 CEOQ10是什么东西呢? 1957年有个化学家叫Fedric Crane Fedric Crane在当年发现在牛心里提取了一个成分 叫做CEOQ10 他发现原来CEOQ10是对人体的每一个细胞制造能量非常重要 那有什么器官需要CEOQ10 以及储存最多CEOQ10呢? 就是心脏、肺、肝、肾、肾、皮脏、疑线和肾上线 所有器官都储存了大量的CEOQ10 包括皮肤也是 CEOQ10究竟有什么用呢? 其实它是帮你增加能量 为什么它会增加你身体的能量呢? 就是每一个细胞分开三个部分 第一个组成部分就是细胞膜 第二个就是线粒体 接着就是一个叫ATP的东西 细胞膜报名思义就是包住细胞的膜 就叫做细胞膜 线粒体就是细胞里面的内容 就是负责细胞所有的运作 就是细胞里面的器官 ATP是什么东西? ATP就是细胞里面的能量体 我用简单的比喻 就是细胞膜就等于一辆车的车壳 线粒体就等于一辆车的引擎 ATP就等于电油 随着年纪的增长 包括细胞膜、线粒体、ATP 都会或多或少有受损 如果细胞一直受损 整体器官一路的细胞受损 你这个人就慢慢慢慢 会变得衰老 脑就是这样形成的 就是因为细胞受损 氧化了 因为细胞当你大量活动的时候 它会产生一个叫做养油尼基 COQ10就可以捉住养油尼基 综合了它 另外COQ10有一个最重要的作用 就是帮你修复了细胞膜 线粒体和增加你的ATP 即是说随着年纪的增长 你的细胞开始衰老 COQ10就可以帮你填补你受损的细胞 令它变回健康 这个就是最重要COQ10 令你抗衰老的功能 好了 最主要COQ10有哪些作用呢 第一就是抗衰老 抗氧化 因为我刚刚刚说 COQ10的作用就是 可以帮你填补所有细胞膜 然后线粒体和ATP 它可以帮你排除所有养油尼基 所以可以导致你抗氧化和抗衰老的功能 另外有什么人很需要COQ10 就是你在吃胆固醇药 如果你在吃这类型的药 你身体是完全阻止了COQ10 你留意一下 所有在吃胆固醇药的人 他会很瘦的 很肝的 突然间很苍老 原因是因为身体已经阻止了COQ10的制造和吸收 所以如果你在吃胆固醇药 你就一定要补回COQ10 否则一定老得很快很快 而且你留意一下 如果你在吃胆固醇药的朋友 很多时候突然间你吃了药 就会变得很苍老 如果你变得很苍老 你就记得补回COQ10 另外一类的人 很需要COQ10 就是营养不良的人 所有营养不良之前 你也是先缺乏COQ10 即是无论你缺乏了维他命A、B、C、E、蛋白质 之前你一定是先缺乏COQ10 所以如果你是吸收不良 譬如有些人是很瘦的 吃都不胖的 通常都是营养不良的 你就补回COQ10 你补回COQ10 你补回COQ10 你的营养吸收会好很多 另外有些人需要补回COQ10 我再说一下 就是COQ10 在20岁这个年龄 它是会达到最高峰 人体自己会合成COQ10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人体合成COQ10的能力 就一直降低了 去到40岁 基本上就已经不太产生了COQ10 如果你真的刚刚踏入40岁 你又不想老得那么快 你可以补回COQ10 到65岁 你差不多要重复了 已经不懂製造COQ10 所以你要补充多些COQ10 令到你的所有器官运作正常 COQ10还有几个特征 对一些病情有改善的 就是血管疾病 因为它可以防止血管壁的硬化 所以很多心脏病 血管病的人 大部分人如果你要补充 吃营养补充品 首选都是COQ10 它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 而且它可以软化你的血管 所以如果你想血管 没有那么容易硬化 整天保持青春 你就可以用COQ10 来做到防止血管壁硬化的功能 另外改善疲劳症状 刚才我说了 因为每一个细胞里面的电油 叫ATP 原来ATP 它会随着细胞衰老 电池越来越少 COQ10可以补充你ATP的能量 所以你可以改善疲劳症状 如果你经常觉得累的人 你就可以补充适量的COQ10 来改善这个症状 另外 如果你是有糖尿病 你可以补充COQ10 COQ10是帮助你 控制到你的血糖 其中一样物质 如果你没有了COQ10 你的肝的运作就没有那么好 所以如果你有糖尿病 你可以适量的补充COQ10 另外 有些人是身体长期低度慢性发炎 低度慢性发炎 有很多原因 其中一个原因是你吃糖吃得太多 你有糖尿病 或者如果你本身吃糖又不多 你又没有糖尿病 但是你长期发炎 你可以考虑一下 试一下补充COQ10 因为COQ10 它本身是有超级抗氧化和抗发炎的能力 任何发炎都可以 如果你有任何发炎 身体长期低度慢性发炎 你可以试一下补充COQ10 另外COQ10有几个功能 其中一个就是防止心脏衰竭 可以降低31% 心脏衰竭的死亡率 即是说 所有活动能量高的器官 都需要大量COQ10 COQ10 应该如何补充 COQ10 你可以补充每天100mg 所以如果你是60岁以上 你可以考虑补充200mg 当然是由低制量开始 COQ10怎么吃呢 就是要你饭后吃 最好你每一餐 是有适量好的油脂 因为COQ10是油溶性的 所以如果你有那一餐是用椰子油煮菜 又或者是喝阿麻子油 你配合餐后吃COQ10 它的吸收率是最高的 我刚才说的COQ10 你可以缩小个螢光幕 左下角有一个显示更多 你按下去就会看到购买连结 如果你用手机的话 右手边有个向下箭嘴 你按下去都会看到购买连结 当你付钱的时候 你可以按这个折扣码 ZFN572 全张单都会多5%折扣 好了 我们这一集就先分享这么多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频道 就记得在右下角按这个订阅锡 给个like 按一下钟 分享给你身边想抗衰老的朋友 我们这一集就先分享这么多 下集再讲个 拜拜